弟兄姐妹平安 今天经文的京都在传道书 第九章一到十节 之前我们提到 智慧有能力 但是仍然无法掌控人生 接下来这个段落要谈的是 智慧很好 可是仍然逃不过死亡 这个主题在之前 已经稍微谈过了 他说智慧是好事 有能力的 但是仍然逃不过死亡 只能够在神的恩典下降伏 我们进到经文里面来 我将这一切事放在心上 详细考究 就知道义人和智慧人 并他们的作为都在神手中 第九章第一节 有点是呈现其后了 这一切事也会指着前面 八章十六十七节所说的 就是他专心求智慧 那他也用智慧 努力去探寻人生的功力 人的一生怎么运行的 上帝的治理 他说人查不出来 任凭费多少利也查不出来 智慧人想知道也查不出来 用三个查不出来 来表达那个无助 所以第九章第一节 就接续这个概念 他说将这一切事放在心上 详细考究 知道义人和智慧人 并他们的作为都在神手中 都在神的手中 你没有办法控制神 人没有办法掌控自己的命运 跟人生 但是他用另外一个方面 继续表达 或是爱或是恨 都在他们的面前 人不能知道 这里和和本的意思 比较难理解 我们稍微加上几个字 可能比较能够知道 这里说 义人和智慧人 并他们的作为都在神手中 这个义人跟智慧人所做的 或是被爱 被神爱 或是被恨 被神所恨 他这里的爱跟恨指的是说 你虽然是义人跟智慧人 你在世上所行的 不保证你一切恨通 不保证你不会遭遇意外灾祸 所以他说 这个用被爱或者被恨 来表达人生的无常 都在他们面前 应当把它改成 在他们的前面 人都不能知道 一样要表达人生的无常 就是智慧人或者义人 他们的作为 他们一生所遭遇的事情 其实都在神的掌控 人没有办法查出来的 第二节开始 这个传道者认为 他考究 很多事情是查不出来 是不知道的 只有一件事情知道 就是人都会死 这是他唯一知道的 凡临到众人的事都是一样 后面会知道 这是什么 就是死亡 这件事就是死亡 他用几个对比来描述 都一样 每一个人都会经历死亡 义人和恶人都遭遇一样的事 你可以感觉传道者在他的心里面 一直有一个 一直有个愤慨 他觉得不公平 好人跟坏人怎么会 会有一样的结局 甚至前面也会提到 罪人虽然做200次 道享长久的年日 就是说你会感受到 传道者他 一再地表达这个概念 其实也是要唤起我们的共鸣 我们内心对于这个世界 或者上帝治理的这个世界 一直有一个抗议的 内心的那个抗议就是 那我到底在这里 清新的努力的行善 遵守神的话语 有什么益处呢 我们一直有一个 为作恶的心怀不平的愤恨 所以传道者他不断地去 把义人跟恶人 摆在同一个天平 一样要挑起我们那个愤慨 义人和恶人都遭遇一样的事 好人指的是洁净人和不洁净人 献祭的与不献祭的也是一样 就说纵使好了 我完全按照摩西的律法 去献祭 显出自己的洁净 代表是敬前的人 跟不洁净的犯罪的 不献祭的 就是他没有符合摩西律法的 也不敬前的 也一样会有死亡 这个死亡就让你的良善 你的追求 你的敬前 变得很没有意义 对不对 好人如何 罪人也如何 启示的如何 怕启示的也如何 怕启示指的是不起事 启示跟许愿有关 许愿常常也表达的是一种敬前 一种对信仰 对生命的追求 一样是那个概念 这个敬前的人 敬畏神的人 跟不敬畏神的罪人 恶人 坏人 结局都一样 在日光之下 所行的一切事上 有一件祸患 就是众人所遭遇的 都是一样 都是什么 世人每一个人 他说他用尽各样的努力 去探索人生 他唯一能够知道的就是 所有的人都会死 而他认为这是一种祸患 并且世人的心充满了恶 为什么 前面有提到了 八章的十一节 因为断定罪名 不立刻施行 所以世人满心作恶 按照旧约的律法 他们可以知道 谁得罪神 谁不解禁 谁是罪人 对不对 但是已经断定了 他却没有遭遇什么 恶事坏事 以至于人的性们就想 那我干嘛 这么辛苦的去行善 这么辛苦的去做好人 好人常常是被欺压 被欺负 那我不如去当这个坏人 我还可以捞点好处 所以这里说 世人的心就充满了恶 活着的时候心里狂妄 后来就归世人那里去了 纵使有死亡 可是有一群人选择充满了恶 而且心里狂妄 也就是说 他们怎么面对死亡 死亡这件事是所有人知道的 有一些人他面对死亡的态度就是 那么我就任凭 我心里面的那个邪恶跟情欲 我去干净坏事 因为我违背神之后 没有立刻的刑罚审判 而那些行善的好人 所谓敬虔的人 竭敬的人 应遭遇横祸 所以看来我可以一直作恶 享乐到死吧 对吧 与一切活人相连的 那人还有指望 与活人相连 就是与活人有关系的 有联系的 表示他是活人 还活着 这个 还有指望 还有盼望 因为活着的狗比死了的狮子更强 他在对照 你还活着的话 你还有指望 那活着的狗比死了的狮子更强 狗比狮子小 比狮子弱 但是如果狮子死了 那狗肯定比他强 这里也有一点在贬义 因为狗对当时候他们来说是 卑微的 卑贱的动物 所以这里所讲的就很像我们说 好死不如赖活着 活得像狗一样 低贱 卑微 也没有关系 这个 总比死了的狮子更强 我们大部分的人也会同意的 也会觉得说 我活着的时候很贫穷 很辛苦 但我还是宁愿选择活着 总比有人很有权势 一个大国王 他死了 那我肯定比他强多了 比他好 可是他也说 活着的人知道必死 他这个传道者用尽一切智慧探寻 他只知道一件事 就是人一定有死亡 而这件事 是所有人都知道的 也不用他特别用智慧去探寻 活着的人知道必死 就是唯一人能够掌握 能够知道的 死了的人毫无所知 也不再得赏赐 那已经死了嘛 你赏赐他 你给他什么功名爵位 有什么意义 这是让后代有点光荣 可是对这个死的人 是没有任何意义 他们的名无人纪念 前面也谈过了 世人以惊人的速度忘掉你 没有人在乎你 没有人记得你 他们的爱 他们的恨 他们的嫉妒 早都消灭了 这个人在世上 他的爱恨情仇 他的故事 就只成为一个历史故事 甚至根本没有人谈论 有一位长辈 他从年轻的时候 就有写日记的习惯 他曾经把他的日记的一些内容 给我看 放在我这里 后来他得了癌症 没多久就去世了 那在参加完他的告别 礼拜之后回到家 有一天我就翻到了 他给我看的这些日记 他影印了几篇给我 里面看到他 对家人的爱 看到他在工作上的严谨 也看到他的梦想 他计划 下个月要做什么事 他要跑业务 他要卖哪些产品等等 看到他的担心 他对孩子发烧生病 他心里面的焦急 他几点带着孩子去急诊 看了医生 那因为孩子这个比赛不能睡 他心里面的焦急 他怎么样陪 彻夜未眠地照顾他的孩子 那我在看着的时候 仿佛他的爱恨情仇 都在这里边 甚至他在工作上的挫折 他的受伤 他的难过 可是他人已经死了 我要表达的是 他是真实活过 真实在这世界 真实地与人互动相处 可是很快的 当人死去的时候 他们的爱 或者说我们的爱 我们的恨 我们的嫉妒 早都消灭了 都没有了 如果没有翻起这个日记 这些故事 这些事情 这些爱恨情仇 也都不会有人知道了 在日光之下 所行的一切事上 他们永不再有份了 再也没有了 那么面对这个死的无奈 传道者又给了一个建议 这个跟过去 他所给的建议是一样的 在日光之下 智慧人或者是义人跟恶人 同样有一个结局 那传道者他的建议是什么呢 你只管去欢欢喜喜 吃你的饭 心中快乐 喝你的酒 因为神已经悦纳你的作为 这里要表达的是说 前面有提到 传道者认为 这个世界 其实你的智慧 可以是有能力的 是可以带来一些改变 但是是很有限的 那你唯一能做的 就是你现在看起来 你能够掌控的这一切 去享受你劳碌的份 但是后来传道者也说 其实这也是神的恩典 如果没有神的恩典 你根本也没有办法 享受你劳碌得来的份 假使你现在可以享受 表示神悦纳你的作为 表示神现在在保守你 祝福你 这个平顺的日子 还没有灾祸的日子 这都是神特别特别的 眷顾和恩典 因为这个世界是充满了 灾祸无常的 那在现在你还能掌控 赶快吧 吃你的饭 喝你的酒 心中快乐 晃晃晰晰的 这是在吃喝 而且你的衣服 当时常洁白 你的外表仪容你也要 可以有点打扮 你头上也不要缺少膏油 一样就是抹油 在当时候要显出 你的荣光焕发 在你一生虚空的年日 就是神赐你在日光之下 虚空的年日 然后他强调 你做这些事情 是你唯一现在能掌握的 就是在最坏的情况之下 你所能做最好的事 在日光之下 世界那么无常 人都会死 你也知道死就在前头 那你现在能做的 就是在神的恩典 还保守的底下享受 吃喝 打扮你的外表仪容 但是你要知道 这仍然是虚空的年日 除了吃喝 外表仪容 再来谈到就是你的家人 特别指的是你的妻 当同你所爱的妻快活度日 因为那是你生前 在日光之下 劳碌的世上所得的份 享受跟家人在一起 特别跟你的妻子吧 享受你们一起劳碌 得来的 然后呢 凡你所所当做的事 要尽力去做 努力 所以传道者他认为 日光之下的年日是虚空的 可是你还是要努力 你还是要去忙碌 因为你的劳碌 你的忙碌 或者在神的恩典当中 你可以享受 你劳碌得来的 你可以欢喜的吃饭 快乐的喝酒 所以第十节说 尽力去做 因为在你所必去的阴间 没有工作 有点讽刺 你好好的努力工作 你死了 就没有工作 没有谋算 没有知识 也没有智慧 智慧 也有一个尽头 当你死了 你就没有办法运用你的聪明了 没有谋略 你做什么计划 没有用 那我们回过头来看这一段 这段一开始我们已经说了 它要表达的是 智慧很不错 有能力 可是仍然逃不过死亡 那在这种 人有死亡 活着的人知道必死 所有的人都知道 有死亡这件事情的情况底下 今天的经文里面提到两个 第一个是 这些狂傲的人 狂妄的人 是人的心充满了恶 活着的时候心里狂妄 这些人呢 他们想反正有死亡 而且呢 我做恶做坏 好像也没事 只要我够聪明 不要被抓到 那么 我可以 这个作恶到死 虽然有死亡 但是呢 我见了棺材 仍然不掉泪 我不害怕嘛 反正都一样 而且 我活着的时候 还可以 捞点好处 这是第一个 如果好人跟坏人 结局都一样 会使 有一群人 他们选择 狂妄的 活着 不害怕 审判嘛 因为他们没有审判 没有永恒的概念 第二个呢 是传道者建议的 没有永恒的眼光的话 在这些虚空的日子 日光之下的这些日子 你就及时的享乐吧 那么第三点呢 其实是 信约的亮光 信约的圣经 提醒我们的 在更多前书 十五章 五十一节 更多前书 十五章 其实是在探讨 基督徒 死后 会有什么样的身体 那里 保罗说 我如今把一件 奥秘的事 告诉你们 我们不是都要睡觉 乃是都要改变 保罗是用睡觉来 委婉表达死亡 也暗示了 睡觉表示会醒来 他在讲 会死 每个人都会死 但是基督徒 会活过来了 会复活的 所以他说 我如今把一件 奥秘的事 告诉你们 我们不是都要睡觉 乃是都要改变 会改变 不是死亡 是你的身体要改变 就好像种子 种子埋在土里 这个种子死了 因为它已经 不再是原本的样子 长出一棵树 变成树的形状 是改变 所以他用改变 来形容死亡 而不是用死去 这是基督徒的概念 然后他说 就在一刹时眨眼之间 好统莫次催降的时候 因为好统要降 死人要复活 死人要复活 我们有复活的盼望 所以我们绝对不是 第一点 心中充满了恶 去行恶 狂妄的 行恶到底的人 不是 我们也不是第二个 即使享乐的 那个 不是的 他说 死人复活 成为不朽坏的 我们要改变 这必朽坏的 总要变成不朽坏的 这必死的 总要变成不死的 这必朽坏的 即变成不朽坏的 这必死的 即变成不死的 那时经上所记 死被得胜 吞灭的话 就应验了 死亡就被灭绝了 死亡就被得胜了 死亡被胜过了 各位弟兄姐妹 死亡的权势 在我们的身上 当我们死的时候 我们是改变了 我们不是死了 是死亡死了 死亡被得胜了 死亡被败坏了 所以接着保罗说 死亡 你得胜的权势在哪里 他在向死亡夸胜 各位弟兄姐妹 死亡是那么真实 以至于 所有的人都浮在死亡的底下 因为我们有复活的盼望 所以我们可以向死亡夸胜 死亡张牙无爪的 在我们面前猖狂 可是我们却可以嘲笑死亡 死亡你的毒钩在哪里 保罗说得很清楚 死是什么 是从罪来 死的毒钩就是罪 罪的权势就是律法 但是感谢神 使我们借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 得胜 蒋王胜过死亡 基督徒胜过死亡 而且有复活的盼望之后 保罗他只给 更多教会一个劝勉 他说 所以我亲爱的弟兄们 你们不要坚固 不可咬动 常常竭力 多做主供 因为知道你们的劳苦 在主里面 不是突然的 各位弟兄姐妹 保罗提出来第三个观念 有死亡 没有错 每一个人都会死亡的 但是基督徒面对死亡 不是这些狂妄作恶的人 作恶到底 没有 也不是及时行乐 而是什么呢 竭力多做主供 传道者提出来 确实人生无常 死亡是很真实的 不过圣经总的亮光 要告诉我们的是什么 我们要谦卑在神的主权中 定精在永恒的国度 竭力多做主供 我们一起来祷告 亲爱的主 死亡是那么样真实 在我们的生命当中 我们慢慢会发现 身边有一些家人亲友 遭逢意外 甚至死亡 但是主啊 这些死亡 并不是让我们泄气 不是让我们失去盼望 不是因为有死亡 使得我们可以放纵自己 尽力的行恶败坏 不是因为有死亡 所以我们只得赶快的 及时享乐 主我们乃是带着复活的盼望 积极的 在生命当中的每一天 竭力多做主供 虽然这个世界的局势 让我们有一些怀疑 有一些担心 但是主求你兼顾我们的信心 我们相信你不务事 我们相信你仍然掌权 以至于我们忠于我们的本分 我们在各样的世上 忠心竭力 并且我们在永恒当中 要得到永远的奖赏 谢谢主 请我们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 阿们